我看啊 虽然他第一季只拍了三集 但是他有很多手中 你跟他一边啊 你也看过 你会吓一跳 他们要求你看 第一 智商情商双商在线 每句节奏就不要拖沓 是吧 本来五分钟就可以 讲完的事非要弄弄弄弄十分钟 高颜值要帅啊 身高虽然有点问题 颜值我还凑乎可以看 所以说高颜值 然后强情节 他们对故事清理有非常高的要求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节奏就很快 要有质感 就电影 有些人拍错电影是没有质感 就像电视剧 就是他拍得很糙 浮华到 你比如说 最近上映的一部武侠片叫秀军刀 秀军刀为什么大家喜欢 就因为他会浮华到这个中央 很好 值得推敲的人物 你这个人物要立得住 前面被你的人物交代 他的动机的转换 是不是过于生硬 大家都看这些细节 你就 无法想到他去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他会说 还有特效 特效大人物 毛特效 一块特效 对不对 所以说你竟然不能想象他在看你一部电影的时候的话 已经去看这些东西了 当然 在那里面还有一些高准的观众 他们会看你的配乐 比如说是跟汉斯基默 还是90让人 哇 你会吓一跳 他们的知识的结构体系的丰富程度 和那个庞杂程度 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说 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智商 千万不要低估观众的情商 这是我给所有电影的 算是一个分享的观点 第三部分 经典暗秘 深度解析 我觉得讲到那些 其实大家你们看到 我今天设计的信息量其实蛮大的 不仅在marketing 还会在项目评估层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简单在这个展开这个之前 我来告诉大家 在一个项目前期评估的时候 怎样去规避风险 我觉得你要做一个项目 尤其是在项目前期策划的时候 如果说你想项目成功 你其他你很多因素都可以不用考虑 但是我个人认为 通过这么多年的总结 有四个因素 你必须都需要考虑进去 这是评估预估项目 是否能够成功的前提 就像盖楼一样 它是地基 然后大物流行一句话 叫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我就每一个说三遍了 第一个 类型 类型 第二个 题材 第三个 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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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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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是评估的项目 在没有做项目 开始之前 你来分析 评估你这个项目 一个基本的四个要素 这个四个要素的话 如果你把你想拍 比如说爱情片 什么片 递完之后的话 在这个基础之上 还要再多加其他的一些维度 比如说 你在宣发策略 你在收入人群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然后的话 你在 你在走本地市场 还是全球市场 还是海外市场 然后 要不要划分南北区的观众 等等等等 对不起 但是更多的维度 那个时候都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了 但是这四个 是必须要考虑的 你不考虑这四个的话 应该说 导演和制片人 都要考虑这四个 然后呢 我们 把这个东西 在细化一点 又分出了四个 细致 我觉得也可以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一个项目 你想要把它的风险成本 降低到最低的话 你要考虑几个维度 这几个维度啊 第一个维度就是说 你要么你描写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的话 之前没有人提到过 描写一种现象 要么呢 你如果在更高的 赖子来讲的话 你解决一个课题 比如说 医患矛盾 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 这种医患矛盾 对吧 各种非常强烈的气急冲突 就矛盾冲突 你要把 大家以前只是知道而已 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你把所以人给他 就是给他一个死东西 或者说给他一个定论 这样 你几个一个课题 就是这样的 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在做之前 最大的一个风险规律是 你这个项目 要有大众的认知基础 什么叫大众的认知基础呢 我大概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小说 它就有大众的认知基础 像小时代 对不对 像从从那里面 它都是拿小说改编的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叫IP 这种大众 这是什么 还有呢就是说 你比如说 失恋三章三章三章 它不是小说改编的 但是失恋 这两个字 就有大众的认知基础 谁还没失过恋啊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一些感情故事 对不对 所以说失恋 它就是一个大众的认知基础 这么一个事 对 要么呢 第四个 你就是 你心奇特 就是你的创意 你的内心会非常非常好 大家一看 会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觉得这四个里面呢 至少你要占到一到两个 一到两个都 如果说你有大众认知基础 和心奇特都集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就很容易爆的 对吧 比如说西游记 它就是一个超级的免费IP 对不对 那周星驰牌和徐克牌 和郑宝瑞牌 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知道这个题材 现在的话 拍了个四五部 每一部都在实力以上 每一部都在实力以上 为什么 第一个 西游记在全球都有认知基础 对吧 而且它是个免费的IP 对不对 你能拍我也能拍 你拍《丹帽天公》 我拍《三马百五金》 你拍《女儿国》 我就可以拍《镇甲美侯王》 你拍《镇甲美侯王》 我就可以拍 比如说《镇甲大王》 《银甲大王》 巴拉巴拉 你随便 八十个 八十多回 八十个妖怪随便拍了 对呀 直到拍到大家看透了为止 对 但是为什么有个人去做呢 因为每一部品费在实力以上 而这个对投资人 就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 你不用去花钱 花钱买这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是从Business的角度去考虑的 所以说 要评估一些电影的话 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四点 不错了啊 OK 如果要说到经典的案例深度解析 那这里就要说不得不说的手机档 就今年的暑期档 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 三个困境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啊 今年的暑期档特别奇怪 直到七月二十号 暑期档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 哎呀 台北是不是很热 我告诉你 北京也很热 三十九度四十度 全国各地 都出现了高度的天气 但是电影的大盘 去寒冷无比 星期六 单日大盘 一点五一 所以说 你们就看到 我这有张表 到这个日期来讲的话 一新年是最差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急需一部大片 点燃整个时期的 让大家都去电影院去看电影 很多人都在 我就在家里看电视剧了 我的前半生 我就看电视剧了 对啊 我不看电影 为什么 因为很热 天气也不好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近三年的暑期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首先看15年 15年大家都知道 周妖纪领先 24亿 和台币 110亿台币 然后这是它的top 10 15年是由周妖纪领先 对不对 这是非常棒的一年 16年呢 是由道德比记 陆寒 10亿条 然后这是它的top 10 那17年呢 是由战狼二来讲 56年7亿 然后变形金刚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是17年的 那 对比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 151617 17年为什么会这么好 净数因为战狼二 如果没有战狼二 17年的暑期当中 甚至还比不过16年和16年 对吧 因为一部战狼二 就卖了56亿票 这个是很厉害的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战狼二 所以呢 今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So I prepare a trailer for you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好不好 这个 我得笑点一下 我需要切换一下 我需要我 呃 呃 呃 如此 对 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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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些东西 你们的吗 我是来救你们的 我就是十八个来分 三十没七九十手来 都武装赢家唱牌了 你他妈怎么救我们啊 我服你 哪个人就该拔这个 这个人都战斗会怎么打 好 出发 非洲有狼的吗 开发 这是战狼二的预告片 他还有做国际版 美国版 还有先导预告 我由于时间的关系 武大仙放这一只 大家感觉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第一个卖到5.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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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卖到5.6亿 因为站2 要跌起来比较多一个 跟大家讲讲 它成功到天使地利和人口 去年有一个公司 它是进入公司叫北京文化 在站2开发之前 给出了8亿的保底 大家知道保底的意思吗 保底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欠了对头协议 你如果卖不到8亿票房 我给你8亿票房 你如果超过了8亿票房 我可以享受分账 懂吗 去年但是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5.5亿 在没有开发之前 2.2个亿要打入5.5公司的账户 那这个时候 如果5.5把制作成本 我们控制到1.2个亿的话 无论金就进入了1个亿 我管你有没有到8亿 你卖多少票房子 没关系 但是无论金管你给你 你明白了意思吗 北京文化 要一个金融公司拿出2亿 在这个片子没有拍出前 给他签协议 分3到5次打断 给到对方 其实这就是 对头协议 其实去年8月份 他们签这个contract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这家金融公司也没有底 真的没有底 但是他们内部经过严格的测试 只要票房到7亿 他们就不赔钱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么 但是他们没想到 他们卖了56亿 但是当时给无论金的公司 登峰娱乐 开出了两个保里的方案 一个是8亿 一个是10亿 8亿的方案就是说 超过8亿的部分 如今的公司也会占大头 明白吗 如果给你10亿的话 就之前给你钱越多 超过10亿的部分的话 我会拿得多一点 那你也有关系吗 OK好 所以说话 事实上他们去年在保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信心 但是没想到他们爆掉了 那当当战狼2的片子 无今个人的分账比例 已经达到10多亿 10多亿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 这部片子 战狼2的片尾 最后一帧的时候说 战狼3敬请期待 剧本就写完了 现在如果我是无今 我就可以开出20亿的保底添加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 谁想加入战狼3 你要加入对吧 好 我保里 我要采取保里的 这个发行或者营销方式 怎么保底呢 意味着 呃 呃 二十 一个保里 3 就是6亿对吧 是吧 等于说 我的片子没有拍之前 6亿 落入我的口袋 先给我6亿 然后的话 我在考虑战狼3 我投入多少成本 如果我是投入2亿的话 我可以把2亿所有成本 全部去掉 我进入4亿 明白 所以说 无今 我觉得这一辈子 就开了三部曲 就够了 就各种财务自由贵 全球各地买豪宅 然后买跑车 然后跟着谢男生生一堆孩子 玩吧 对 而且战狼3 剧本已经写完了 啊 剧本已经写完了 对啊 因为战狼2的成功 战狼2都保底8亿了 对不对 我战狼3 我最起码21起 虽然我不知道 很有可能它卖不到21 对吧 因为战狼2 把天时地义人和全占尽了 但是 不影响 你是怎么愿意赌一把 你要想加入 想要跟我玩 这就是我的条件 对吧 20亿保底 20亿保底 6亿人民益 达到我公司账户 对吧 就这样 就这样 我是无今 我就会这么做 6亿之后的话 制作成本 依然是2亿的制作成本 4亿先落入我的口袋 这比较踏实吗 对不对 OK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 那 战狼2这部片 成功啊 绝非偶然 但是有更多的事 很多的事 是有运气的层面 我跟大家解析一下 就是战狼2成功背后的 天时地义和人和 首先 我要说一下 这个是他们之前都知道的 2017年是中国建筑90多年 那 他们在去年或者前年 在筹备这个片子的时候 这个信息也是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说我们做电影的人 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我们要考虑上帝是 站在夜球看地球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是17年 对不对 说17年 那我来告诉你 那我来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 我们做电影像 一定要至少看三年 比如说18年 有什么大的事件 对不对 17年今天是香港 回录20周年 对不对 18年我告诉你 澳远会开幕10周年 温川地震10周年 19年澳门回归20周年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 我这个王晶 就可以拍澳门奉运4 澳门奉运5 连不连着拍 至少每一个都十一期 因为大环境 然后2019年呢 是 除了澳门回归20周年 也是建国里面70周年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到 依然会有一批 军事类题材的电影 那第二点是 站在夜定位于 现在动作军事 这个 从我的分类的方法来讲的话 军事类题材 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支 第一支叫 现代动作军事类 第二支叫 历史战中类 我个人认为 就是 现代动作军事类 更加适合 现代的市场年轻的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战中类 比如说什么 各种战役 各种战役的话 是因为电视剧拍的太多了 对吧 大老阳山武 壮士 雪战 台儿光 巴拉巴拉巴 一辣的东西 那也不是 你比如说 去年有一个电影 叫《我的战争》 大头户 大头户 刘烨当主演的 《门一号》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片子 非常直接的感觉 就是片子被拍见 为什么 《我的战争》 《请任在座》 谁才能在座 我战争 《我的父亲》 都不一定才能在座 我战争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名字就有问题 名字就有问题 而且没有带入 所以说这个导演 同发同顺 他之前拍几种片恐怖片 然后这种片确实也花了很多心思 应该成本应该在一个多亿吧 差不多 但是票房只有4钱了 陪他惨惨 惨迭了 然后 就这个影片摄影之后的话 就是 就是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空前高降 然后使这个影片的收入的年龄层次 不断的博大 它本来可能就是一个 九零后为主体了 后来不断的会影响到八零后 七零后 甚至六零后 五零后 因为 因为 我举个例子吧 就这么讲吧 就是 我 很多林学生的感觉 就是回到北京以后的话 你在北京 你无论是跟朋友吃完饭 十二点 你走在那个大街上 你不用担心被抢劫 对吧 你不用担心那个时候患人 因为治安很好 国外不行 国外 我跟朋友他们去澳大利亚 九点以后你不让出门了 你出门的话会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坏人 而且最好要结伴而行 但是在大陆 北京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就是 凌晨两点走在街上 这个问题 只要你带着身份证 你是合法的身份证 对吧 就OK 没有会遇到抢劫什么 没有这些 所以说 大家相对来的就是 因为中国 美国是相对合法化的 经常有校园的暴力世界 所以说 你想 中国有13亿人口 其实能管成这样 其实挺不容易 我们作为北京的话 我们知道 因为区域都很非常安全 对 所以说的话 大家会觉得 随着中国经济GDP的 需求不断地去提升 在整个国际 国际的地位 无论是军事里面 比如文化 包括一些经济的拉升 所以说的话 大家会觉得 有点自好看 其二呢 这叫地利了 你会看到 这个我要 一定要说一下 战南2 在7月27号上映 在这之前 只有一部片子 神通奶爸 就是小黄儿 知道吧 他是破十亿 然后就是 在上映后的 将近二十多天中 没有强有力地 进攻这种预期抗衡 所以说 这给他战南2 充足的票房增长空间 就没有大片 跟他去抗衡了 然后再加上 密钥的延期 密钥延期就说 大家一看 这个片子卖得这么火 总是说 好 再给你一个月 也长一下 帮你时间 是吧 哇 这下就崩溃了 就直接的 长一下 反复了体制 所以说每一天 一天 两亿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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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累积 吓死人 看那个 吓死人 所以说 你们看到 这就是他的第一 就没有一个片子 在他看 然后我们再说人和 人和来讲的话 就是 如今确实 这部片子 他在部队体验 生活十八个月 然后的话 演员只选对的 不选鬼的 而且当时的几个演员的话 正是他们在影视作品 也都是非常好的事物 包括达康书记 他出演的《人民的名义》 然后战狼 然后包括他的 开场第一幕戏 就是水下的一分钟 一定到底的搏动戏 就动作戏 请的是 加勒比海盗的水下摄影团队 去做的 所以说他很多地方 都做得很用心 所以说他的 战狼的诚意和拼命 很用心 由一两次差点死掉 然后就打动 因为感染到了观众 所以说这个就很厉害了 就是观众就觉得 我可以原谅你一部 你不是很成熟 但是如果你要 你是用心的 纯粹的精神去做电影 观众是买单的 是买单的 我们看一下 他的手中画像 你看到没有 在全国比的话 女生比例 竟然会大于男生比例 那么期待值 活跃地区 你会看到 二三四线城市 超过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就指的是 北京 广州 上海 深圳 北上广深 然后类型偏好 这些喜欢战狼2的 这些受众 同时也喜欢 《速度与激情八》 《变形金刚舞》 《卖人鱼》 和《摔跤老爸》 所以说 对于中国的类型而言 就是你要做一种类型 到现在为止 动作 喜剧 爱情 排在前三里面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大家知道 你香港的导演来讲话 有成家班 哼家班 黄金堡 这些 包括张静 他们的动作导演 动作包括《无数》 《无数之道》是 因为香港的电影 毕竟我们很多人 看到香港的电影长大的嘛 它这方面很擅长 包括《夜问》系列 对不对 各种《夜问》系列 《沙坡狼》系列 等等 香港这两大类型 特别受欢迎 一个是经费类的 无间道类型 一个是动作类的 对 那为什么 这是大陆的电影 比较擅长的 然后 现在有《喜剧和爱情》 因为《喜剧和爱情》 它并不是重工业的电影 对吧 甚至的话 它讲的比较容易 它的难度技术就那么高 但是 中国缺乏 比如说像 硬科幻这样 中国人很少拍 因为它对工业的要求太高了 尤其是重工业 对 但是 我觉得再过度了 另外的话就是 动画片的类型 动画类型和科幻类型 这几年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对 所以说 你要拍一部电影 你得知道 哪些类型是最受卖的 因为 你看这个 前三年的 就是动作喜剧爱情 一直 常年 就是在拍的前三年 你要拍惊悚的话 我就劝你 你要小心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战二 之所以能破这么高的记录 淘票票公布可莫 就是 淘票票就是一个 线上的购票平台 它现在也被 马林爸爸 Jack Ma 被阿里巴巴买下了 然后的话 它会把淘宝 支付宝 UC浏览器 优酷 这个资源全部打通 来 对战二的线上售票 进行收售卖 所以说 战二的票房 百分之四是来自于 淘票票 哇 这个在台湾上没有的 他们有线上的秀 这是他线上的秀 所以说的话 主创也很魅力 自来水什么意思呢 就是 网友自发的 表示对这个片子的评论 叫自来水 然后的话 这样的大众情绪 就会再一次迅速感染 所以说 就 而且 淘汰了 那是一个大数据公司 他们做到精准的推送 这个很厉害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战狼二以前 美人鱼是中国的绝对八重 它卖了三十多亿 你会看到 美人鱼是在春节党上映的 它上映第一天就卖了二连七多亿 但是大家看到 在上映 其实差不多到 到第七天的时候的话 战狼二就反常美人鱼了 对不对 而且 在这一天 星期天 一个礼拜天 战狼二的票房 就卖到4.26唯一 Oh my god 就是一个miracle 就是这样的曲线 这么完美的曲线 历史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就自从中国有电影以来 历史上我是第一次看到 漂亮极了 希望在座的各位 你们哪个人每一天 也能做出这样的曲线 我期待着 我希望你们做这样的曲线 非常完美的曲线 所以说 来 炫了动画 这就是 华语影史上 单日票房第一 然后最快破七亿 最快破八亿 最快破九亿 然后贸易观众评论就在起来 然后中国的媒体还不死心 还要跟好莱坞比 然后但是 好莱坞嘛 他就找那些边边角角的角度 然后又 罗列出来 占上了一系列的第一 就是包括 单片单地 他不足全球的 他就 就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你看 超过美人鱼成国内第一 这个OK的 提前四小时 票房达到1.3亿 华语电影史上 破十亿最快 仅用了85个小时 就破了十亿 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 票房过50亿的电影 你看他会找很多角度 然后 连续国内 票房第一天 保持21天 就是他票房冠军啊 连续保持21天 三周啊 疯掉了 超过阿凡达 成为单片单地票房冠军 全球唯一入围全球票房 Top100的华语电影 超过太太尼克号 成为全球任何的 单片单地观影人次第一 超过1.4亿个观影人次 中国的媒体真的很会找角度 你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自豪啊 他又找 全球比不过阿凡达 我们可以 单片单地可以啊 对 就是单一的视场 对吧 单一的影片可以 所以 这就是 正儿成功的背后 天使 地利 任何 实也 命也 欲言 对不对 那 我会讲全部的案例 当然我也会讲失败的案例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研究过的失败的案例 超过500家 深度复盘 就是这部电影 从头到尾 为什么失败 我会进行历史复盘 深度研究 然后把核心经验 都纳入到我的数据库里面 就各种类型都有 不管是大片 动画片 小成本的 核牌片都有 今年就有一个 哎 我很遗憾啊 这部片子 就是一部 好不容易不堕胎的一部片子 但是 票房没起来 这就是 一部遗憾的青春电影 因为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就是 论片铃和海报的重要性 这部片子叫 《闪光少女》 在2017年7月20号上映 它的最终票房6400多万 在上映之前 这部影片的投资方 江志强江老板 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给大家读一下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 有些电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孩子 注定会受乱签宠爱 我知道闪光少女生来就是一个苦孩子 没有流量保证 没有飞机打炮 没有爆破场面 但是她是一个很争气的孩子 虽然弱小从未放弃 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赢得人心 我很为她骄傲 但也很心酸 由衷希望大家帮我一起照顾她 让这些其貌不扬 但真心承认的电影 获得英勇的生存空间 为什么江志强 我觉得这就是大佬的前瞻性 在影片上映前一个多礼拜 她已经发朋友圈 你知道江志强曾经投资过一部电影 叫《海洋天堂》 没有听过 就是李连杰 和那个文章演的 这是薛晓璐 就大陆的一个女导演 找到江志强去投资 上一场虽然不是很成功 但是江志强非常开心 为什么 这是一部关注自闭症儿童的电影 上映以后的话 香港很多市民拉着横幅 跑到江志强公园他们下面 鞠躬坐一 就说感谢你拍了这部电影 让全社会能够关注自闭症儿童 对不对 然后当时的话 薛晓璐找到江志强 江志强就告诉他 如果这样的题材 必须要用大卡斯来演 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广泛的关注 你想想看 如果是海洋天堂 这名字和文艺 你画两个星人来演 你看看 他表情一定不会好 会更糟糕 但是正是由于 李连杰和文章的组合 这对父子组合 让全社会关注到自闭症儿童 所以说这是一部 功德无量的片子 江志强说 这部片子生意上 我失败没问题 我在其他项目 完全可以转回来 所以说薛晓璐第二部电影 北京遇上西雅图 依然找江志强 江志强依然投资 并没有因为第一部的失败 而拒绝他 第一部就卖到了5亿 北京遇上西雅图 第二部在大陆上 8亿一票 想赚钱分分钟的事 对江老板 那这部电影的话 他其实之前就是因为 他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深度了解 但是也很奇怪 既然他能够提前预料到 这部片子的片方不好 我就那么为什么后期可能 没有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呢 这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可能是其他公司做了还是怎么样 在宣发层面 大家看一下 闪光少女的竞争格局 前一天是秀分刀 它是720上游 占了2727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闪光少女的生存空间 只有7天 如果你的口碑 在第三天不能弥漫全国的话 到这一天 你的排名会被砍半 最低砍半 所以说闪光少女的生存空间 只有7天 那在这个时候 你的营销如果在7天不能爆起来 你就没有机会了 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市场就是这么的残酷 为什么 因为7月27号站完二号 金融大业上映 金融大业我们公司做的 参与了后期和追究 参与后期和生意 那你看看 闪光少女的排片 你会看到 在《战狼2》上 第一天8.1% 等《战狼2》上映的时候的话 上映前一天6.4 等它上映当天 就变成3.4 马上就变成0.8 然后后来 以1.0甚至是0.1的排片 维持了很长时间 卖到了6000多万 我想说如果这个片子 让我去找Martin的话 我能让她卖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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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这个信心 至少有这个希望吧 那是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 这是他们所有的 Marketing的公司 做了一张图 心理图片 说 就是贵求排片吧 就说再不看 就真的错过了 真的 就这个说 排片是我要的 预告片是我剪的 海报是我做的 片名是我起的 稿子是我写的 二次元是我推广的 二次元是我推广的 就是这个是当时在 就是 新媒体 新媒体印象这个图片 非常 我的朋友圈被耍评了 一张图片 但是 网友怎么认知呢 你看一下 这是微博评论 达到微博了 OK 这个预告加海报加名字 就等于绝对不回去 电线看的那种 所以我告诉你啊 片名很重要 你们在做电影线的时候 名字一定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名字 最 怎么起很简单 你做 ABC 你起三个名字 你匿名调查问卷 发200分 如果 大家80%都选的是B 你就不要纠结了 就不要说我一定要选择A 我就要选择A 你80%的观众选择B的时候 就代表很多问题了 很简单啊 但是很少人在上面花 花工夫 如果你做得再厉害一点 我可以用 把问卷调查的量 我可以用 用那个网络的形式 比如在大陆 我可以发40万分 我可以覆盖中国 100个城市 对吧 这样的话 南方北方区域 大家都有没有 有没有偏好 其实就花 十万 或者是 就是差不多十来百分 搞定 这种钱是值得花的 千万在这个层面 就是在 一个项目前期的 Research 然后呢 包括这个调研 Analysis 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 因为 这个时候花了钱 也许在后面 能把你赚大钱 对 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我就要这个名字 比如说 狐烈拉 你们知道什么叫狐烈拉呢 你们知道 什么类型 什么题材 改成厨子 细子 痞子 它就好卖了 就关乎导演的片子 再下一个看看 猫眼屏幕 我的天 就从这预告片 这海报这片名 不出意外的 完美的错误了 这部电影 发行方是要报复社会吗 黑锅都是营销 营销公司和发行公司背的 知道吗 没办法 这就是你看看 这网友 非常好的部电影 因为我带了我们公司 所有的人 去电影院 十一点去看 跟包厂一样 比这个厅还大 我们就看 我说 这片子很不错啊 一个新导演 第一次拍成这样 很不错很不错的 为什么 哎 再看吓人 听这名字 就觉得low的不想看 这是豆瓣的评论 《绵林是个很好的青春片》 这蛋疼的宣传和片名 就是让人气到一个蛋疼 《绵林是个很好的青春》 你看看 一个片子它失败了 其实我希望它破译了 这是我上面看过最好的 国产的小城门的青春片 不多态 不撕逼 不劈腿 不被车祸 还很好看 难得 OK 下面 既然大家应该试 其实你们发现我讲的 如果让我单讲营销 其实没什么意思 因为营销 我觉得没有最好的营销 只有最合适的营销 但是 因为这个主题也是新闻的营销 我肯定会讲 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秘籍 第一个就是营销 两个绝对不能忽视的核心秘籍 这两个秘籍你掌握的话 因为有一个秘籍是通用链子 真的 本人在进行业之间的话 八年前是在外资公司做marketing 做branding marketing 对 就是IPG 外公宣伪 类似一下澳门这样的公司 对不对 做到有八年 所以说的话 营销的话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核心目的第一 就是5W加1H 哪5W加1H呢 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What 就是你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你要对他们说什么 这个必须要明确 第二个的话 你的target audience 是谁 就是你要对谁说 如果是节目后 那么对不起 你要对他们去说 而且 你要对不同的人群说不同的话 不要是一个新闻稿 要覆盖所有人群 千万别人 这个时代人过去了 比如说我是40岁的人 他是18岁的人 你给我传递的信息 就要不一样 如果是18岁的话 你就要用一些挑逗 捕惑 刺激 比如说敢不敢 是吧 能不能 是吧 你嫌不行 就这样的话 会增加他们的兴趣 但是对于40岁的人的话 你再用这种伎俩 跟他们讲就不一定了 但他们还 还 学性方刚的时候 对那些年轻人 你会用一些这样的 就是刺激的标题 来刺激他 所以说的话 而且你要对谁说 要不要分重 然后 什么时机说 这里就选择 比如说微博 微博的话是8点到10点 是他整个的高峰 要对新媒体而言的话 他会微博的8点 晚上8点到10点 睡觉前 是大家刷微博的高峰起点 那你要做新媒体的话 什么时候说 你通过哪些渠道去说 包括新媒体 社交媒体 包括APP APP有新闻类的 有生活类的 有社交类的 包括有地图类的 各种类的 对不对 你都可以 要不要覆盖 然后给他们一个或多个 看你电影的理由 为什么我要去电影看你这个电影 为什么 你跟其他片子有什么不同 如果是爱情题材 OK 那么就爱情题材 为什么要看你这个电影 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人 自认为很了解 比如说我看到很多项目说 目标是这种18到35岁 太宽放了 任何一个项目都适合这个面诺范围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你的第一波种子用户是谁 就是哪一波观众社 一定会来看你这部电影的 你知道是谁吗 然后这一波人会影响到哪些人 你知道是谁吗 必须要搞清楚 最后是策略 这个策略来自于长江山学院的校训 名道 曲式 优术 这个道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就是你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 特别特别像绿色的电影 它的主题都非常非常的明确 甚至很简单 你比如说社交保爸爸 就给你分享一个就是说 不是父亲每一次都都站在你身边 是身边 你要靠自己做完自己整个人生之路 但是我教会你的是坚强 独立 自信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那么复杂的道理 然后曲式是什么 曲式就是说 你要顺势而为 结合社会的热点 无论是从各个角度结合社会的热点 娱乐八卦也好 是吧 各个绯闻也好 反正都结合热点去做 优势就是说是战术 你的线上和线下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一定要相结合 online to offline 对吧 你要去做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 我跟你讲 很多动画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他做动画电影的时候的话 他分不清是DU版还是成员版 事实上他做的内容是DU版 但是在后期宣传营销的时候 当然他希望更多人看电影嘛 就定位成family movie 然后到时候其实两个都没有抓到 既没有抓到DU版 也没有抓到成员版 可是死得很惨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要对谁说 没有搞清楚 你的受众是谁 没有搞清楚 我觉得 我的建议是 对于受众的了解 要像了解你的身体器官一样 了解他们 就是能达到这个视频 我认识很厚 就觉得不配了 对 那这是一个秘籍 还有一个秘籍呢 影响的本质是什么 影响的本质 影响的本质 影响的本质来讲的话 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有一个 在电影行业 或者是在其他的行业 没有任何的答案 影响 就等于营造 是吧 销售 一切不以销售为目的 营销都是耍溜麻 对啊 就是大部分的一句话 就是你的目的一定要是要指向销售的 就是你的转化率是多少 这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说你那个什么有多好 那其实就是说 营销的等于就是说 首先你要Warm up 你要营造一个非常好的 能够去销售的环境 然后让你的Source呢 不管什么去卖它 然后卖得很好的一个结果 一个成绩 这是最关键的 很多人就把这个忽略的 上来之后直接销售 那对不起 你的认知度在哪里 你的忠诚度在哪里 你的美誉度在哪里 对吧 做个4A公司的王莫都应该知道那几个词 对不对 因为大家没有对你 没有认知 没有感情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省了一部 就是营造 营造这一部的话 长达可以一个月 短则可以一个礼拜 但是一般的话 电影的话 我建议是至少有三到四个月 上映前期三到四个月 然后慢慢让大家有个认知 你为什么呢 你就一些trailer啊 poster啊 你慢慢地按了节奏来做 或者做一些event marketing 做一些现象的活动 把它结合起来去做 对不对 营造就等于 营销就等于营造加销售 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案例 来证明这个东西 首先 我们看一下熊出末 是一部动画片 动画片熊出末 中国有两大IP啊 动画片 喜洋洋灰太郎是一个 熊出末是一个 熊出末是一个 熊出末你没看到啊 它那个市场环境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定位 它是 它打到斯洛本市 春节党内唯一的一部动画片 第一 就打出差异化类型 比如说你带孩子去看西游扶妖 可能还有一些酷酷的镜头 会吓到小孩 但是这个不会 第二 春节 为什么 它必须有这三个条件啊 就是做动画 第一 要有钱 要有时间 时间就是没有问题 二 要有钱 钱我觉得也无所谓 电影票有多少钱 三 有内容 第三个合在一起 才能构成这个消费环境 所以说 你知道为什么 你看 为什么很多人做动画片的时候 他会错 他会在那个少儿频道 投很多硬广 我告诉你是错的 为什么 小孩子看到那个信息 小孩子不会拿手机去买票 明白吗 虽然它是动画电影 但是买票的是家长 是父母 所以说你要影响的是父母 而不是小孩 所以说 你会看到春节 孩子有假期 大人也有假期 然后 雄春我 目标最集中 也是最容易消费的环境 营造一个 看这个大手拉小手的 全家观影环境 就是说 因为我父母 我工作一年了 好多年春节我休息了 我平时陪我家小孩 比较少了 我觉得有点亏钱 那我带他 带他去看一部动画片 就分射到他看 我为了我的孩子 去跟他去看这个动画片 我去买 大手拉小手 非常重要 然后呢 内容还有健康 因为以前 那个 这个寻封墨的电视剧动画片 有一些出口 比如说 可恶 滚蛋 就类似这样的词 所以说后来很多家长 就 发现自己的孩子就学 就跟他们提一件 所以说后来熊出墨 就迅速 就证这个问题 然后他在上映前期 请了很多个父母 来看这部电影 让父母替他们把关 所以说就有一个 父母陪审团 也叫父母看片团 这座全是父母 看完之后的话 他会每一个人 发一个大的卡片 就说 内容是不是OK OK 有没有黄色暴力 没有 然后3D效果怎么样 非常好 然后的话 是不是带小孩 适合 是不是全家团适合 就做成这样的东西 做成新媒体的物料 新的图片 然后密集 这个密度非常集中的去各处 各大覆盖全国 各个网站 对 所以说的话 对一些工作时间 特别忙的父母 你看啊 那帮父母就看过了 这个片子没问题 就可以看 我就不用去了解相关系统 我直接买票就对了 直接买票对吧 孩子去就OK了 所以说你看 他就是 帮助其他父母 提前审片 放心买票 口碑发酵 然后 然后 数字营销 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 网络点击 这是一个IP 广泛的群体 然后去做微信指数 就是WeChat指数 包括一些票文网站的想看指数 然后的话 就是全民IP养成绩之类的 预计票房破无益 最后 就是在他顺点 还有什么呢 分众营销 你看 他是针对儿童的 学生的 学生的 因为他从六岁到十三岁 好玩好动 他就天降红包 在全国369个城市 425万个入口 发了海量的官用红包 然后还退出了互动游戏 然后的话 就是拍送这个 然后就是 这样的话就是 甚至说从小孩 都已经过得了成人群体 就阶层的转化 票房转化 什么叫阶层 就本来他就是一个小孩和大人父母的阶层 然后他会转到工薪层 白领阶层 明白为什么 这叫转化 所以说你们看到 他们针对叫场景式影响 就是他们参照了前三部的有篇数据 然后发现这个阶段 是在购票中占主导地位 所以说几乎囊括了大学生 未婚上班族 已婚各年阶段 所以说他们为了覆盖更多的目标群体 推出了上班族 上班族劫后治愈转场 因为过完节都不想上班了 对不对 然后开学教育治愈转场 开学又焦虑了 开屋这个动画片 放松一下啦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还有各种特色看片 这样的话就赢得了不同年龄阶段 群体的优质口碑 获得热口 数字影响 分钟影响 场景影响 营造一个特别好的销售的环境 所以说呢 熊出墨是时尚 以前的动画片 大家都会定到六亿儿童接打 对不对 熊出墨的片方 唯一一次这次定到童接打 因为他经过测算 只要我的排片首领能达到百分之八 我就能狠狠地转移 我不要求能弄的 因为前面有徐哥 周星驰 有超龙对不对 我肯定抢住他们 但是没关系啊 你只要给我百分之八的肯定 我就能 就能赚钱 所以 熊出墨 一部动画片没有任何卡丝 卖了5.23个亿 是目前动画片里面的 就是爱评本很高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 会告诉你影响一些秘籍 对吧 怎样去做各种影响 各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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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或忧伤 您知道总有一日 所有的悲欢都将离我而去 我仍然竭力地搜集 搜集那些美丽的旧茶 喜慕容 作为我今天的结束 谢谢大家 非常精彩跟内容扎实的演说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有点延到 所以我们现场的问题 我们可能只能开放一个 然后现在不大部分大家午餐时间 大家赶快去用午餐 然后我们12点半再回来今天第二场 然后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只有一个 不知道谁有观众想要发问 最想希望赵姐能够当场回答的 否则好我们就等一下私下 前面找赵姐先生询问 好 联络方式 联络方式吗 联络方式 我想今天其实无巧不成熟 其实主办方隔了我90分钟时间 我的PPT做了90页 其实是这样 联络方式 以往我会不知道后面会加一个二维码 但是 今天这个我没有叫二维码 但是我可以说一下 大家可以 它是我的手机号 也是我的WeChat number 138 我的助理有带有很多名片 一会要有名片的话 你可以找我的助理要一些名片 首先我说138 118 26512 是我的WeChat number 也是我的手机号 也请大家不要 也不要到处流传 你的一堆诈骗对话 跟推销电话打不完 这样 那我们就不断 大家午餐时间 欢迎大家聊去午餐 然后12点半再回来 今天的第二场 由日本电视台 资深的电影版权 每个小小姐会对我们做 对讲机才演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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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